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剛剛出的新聞 今早出的 昨天說香港 歷史最低的生育率 去到0.9 兩夫妻結婚 就生了0.9個小孩 兩個都殺不到一個 所以理論上 香港的人口必然是老化 必然是沒有小孩 越來越萎縮 那些人就說有很大的問題 想很多事情 政府又想推很多 令到你生孩子 講很多原因 其實我覺得講這些原因 某程度上是沒有用的 因為香港如果你要做一個國際化大城市 所有國際化大城市都必然是樓浪貴 那些人越來越不生孩子 你找不到一個國際化大城市在這個世界 是人們會越來越生孩子的 其實如果你在中國來說 你走去上海 北京做個研究 你都會得到一模一樣的答案 因為國際化大城市的競爭太大 所以就會尖指化 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資助不夠 或者是住屋環境有影響 這些方法是理解 那些人為什麼不生孩子 但原來你看了整個 原來從小朋友的大數目發現 原來最不生孩子是最孕得多錢的那些人 越孕得多錢的人的生育率越低 相反越窮的人 身體越高 其實你看看 歷史也知道 日本當然是戰後有一個問題 越有錢的時候 之後他們現在到今日的生育率都看了 媽媽都回來了 所以人口老化會老化得很重要 其實香港人口腦法應該發展了很久 問題是我們每天都有新移民 新移民不會有60歲才新移民 那你會侵蝕一些人來 你侵蝕一下就不會覺得很大問題 但是越窮 例如非洲 印度 盲加拉那些地方 你回國的新移民都很高 因為他不知生出來死多少個 又不知養得大多少個 那他不斷生的事情做 他也不會想避孕 不會想簽紙法的問題 香港是一個極度簽紙法的地方 即是我們生小朋友 我自己也沒有生小朋友 那我生小朋友也會想 我是不是要催谷資源 推一個小朋友 令到他將來在社會上競爭得好一點 但是事實上 如果一個資源可以養起一個小朋友 你可能最多讓你養兩個 你到第三個 其實你的精神已經不夠 去照顧那麼多個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覺得 生育率低是一個問題 相反我們應該想 究竟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在香港生活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 如何吸引多些人進來 等於自己我們做的一樣 你不是令到自己很忙很忙 做很多事情 你會令到自己做得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Smart 減低時數 我經常這樣說 跟生育率低是一樣 所以我自己 我推薦這個世界 是怎樣 例如香港這個地方 越長的時間 你的生育率是不會上升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怎樣 所謂現在搶人才也好 吸引一些人也好 吸引一些年輕人也好 怎樣做才是做得好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期望 政府令到免稅 加多15萬 還是免稅 加多多少 這些會令到多些人生育 是不會發生的 反而就是 那些人生育率 越來越開心 那就有機會發生了 那這個就看我們怎樣看 生育率 做我們怎樣 尖字化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接下來 剛剛就有新聞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去思考 這個應該是一個機遇 或者是一個現實 而不是一個問題 不要覺得那件事出現了 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只是反映了 香港真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而這個問題 在任何國際化的城市都發生的 除非有一天 我們倒退到工業社會 甚至農耕社會 那你的失業率一定會高 你越農耕的地方 失業率也會越高 這個是我今天分享